各位鄉親 大家好 我想 首先先了解一下 這邊有沒有南部人 蛤 這麼少喔 好怕失望 因為 我是南部人 然後剛從中部沙高鐵上來 那通常很多open-store相關聚會 問有沒有南部人 都會有超過一萬的舉手 那順便幫mocom宣傳一下 就是每年 高雄都會有那個open-store相關 相關友好conference 在高雄 那南部人可以參加一下 好 那 我想統計一下 問你要熱烈一點 所以我問一下不認識我的請舉手吧 好這樣舉手的人比較多 對我基本上 我是blue team 然後我英文是master練 然後這個亂碼是因為我語氣沒有調好 我覺得他原本是練則名 練習的練 調則的則名 那如果你想看到中文的話 現在可以進那個google台灣 然後打blue team 應該第一或第二名應該是我的 好 那要聯絡的話 這邊 那今天的這個open-store 沒打錯了 沒打錯了 那 畢業中文是亂碼 我現在是 我幫助台灣就是當初的公友一直都到現在 然後 卡拉格成員 然後現在是就是某間 就是從Invenology的新創公司 的CTO 那 在這邊因為不是技術的station 所以大家都從故事開始講起 你也可以講幾次嗎 是喔 所以我技術開頭都是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個很遠很遠的城市 那城市叫做高雄 我相信各位應該不太熟悉了 那 我大概是在1997或1998年 開始接觸open-source 那接觸的原因 是因為 當時年紀小 覺得 海客好像很酷啊 那所以在那個年代 大家都知道用在 噴成大概 366Mcpu的時候 那我爸從 連著垃圾堆 搬了一台 好像在什麼 Series 66Mhz Cpu的電腦回來 而且 超酷的 然後那時候沒有網路 所以就是 閒暇時間 就是把裡面的 Windows 3.1 還是Windows 95之類的 一個一個檔案 打開來看 然後改改看 改蛋了 然後沒關係重灌 重灌完再繼續改 改到它爛位置 不過你知道 當你沒有網路的時候 再大的世界 它都有極限 所以花了半年時間 把Windows 不斷改爛之後 我也開始覺得無聊了 接下來就想說 嗯 還有什麼好玩的呢 有人說 駭客 好像很酷 請我會把他去當時 VBS上面找 然後用那種 爆表紙印了 一頁一頁的 不然怎麼寫病 那時候用Basic 程式語言寫病 好 練習練習練習 不過 再提醒一次大家 就是在那個年代 我家還沒有網路 所以 血完病毒 能夠在哪裏測試 所以我又繼續重複經歷的 一直不斷灌Windows的時代 久了也是會膩的 而且在那個時代 我這樣開一次機 大概要花上半個小時 能夠開完 超快的 這在加了RAM 加到16mgRAM之後的事情 好 那 接下來就想說 好那我到底要怎麼樣 才能成為一個hacker 那 網路上有一個很有名的 翻譯文章 叫做 如何成為一個hacker 英文好像是 How to become a hacker 然後 Dragonfly 裡面有 那他就講說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真正的hacker 首先 你要會 BSD或是Linux oh cool BSD跟Linux 但是那什麼鬼 不懂 那 我可能正好在一個很好的機會 在很好的時間點上 那個時候 台灣有了第一片 Linux光碟 叫做雲觀 在一個 好像聯合報的某一版 右邊有一個小小的角落 大概 那個版面大小大概比 跟麥克風頭差不多大而已 然後雲觀 Linux 看到關鍵字 那在同一個年代 還有另外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知名的東西 應該說現在非常知名的東西 在那個時代可以絕集 那間公司大家一定知道 叫做Google 可是那個時候Google 沒有中文 只有英文搜尋 然後又正好在那個年代 我爸從人家垃圾隊翻出了一部 14.4K的數據機 所以我就開始我日夜顛倒的生活 每天晚上我爸媽睡著之後 就 快樂 時光來了 數據機連上 然後開始播接 然後占用電話線 然後連到Google 一手拿著字典 一手看著Google 一堆字都看不懂 我說沒差 我那時候連他們寫說 請打這個指令 前面有個前號 代表說指令開始位置 然後我就 嗯好 整堂複製起來 連前號一起複製貼長 然後我就 怎麼一直做喔 那我覺得 想要玩 就像剛才那位講者講到說 玩遊戲 或者是你要想要玩一個東西 這樣可以學 學事情 有非常非常大的注意 我為了想要查Linux 或者是 想要當駭客 所以我學會 怎麼樣用AT指令 把數據機的撥好一關 這樣我爸媽才不會被吵起 啊 在那年代 自己一個人玩Linux 是非常痛苦難的 尤其對於一個 我那時候的國中生 對一個國中生來說 然後在那個時代又正好 搭BPS 還很風行 有一個版 有一個站叫做 中山大學的野林 中山美麗知道 喔美麗島 喔好 不是野林不好意思 我已經逗文了 有點年紀以前 對 那那邊有一個 Linux版 看到了一篇文章 叫做 高雄Linux使用者 請大家來一起聚會認識一下 一九九七年 是 高雄Linux使用者聚會 正式開始的前兩年 然後在九八年的時候 大家聚會 大家熟了 好像在九九年 正式成立 那認識這些大哥哥 沒有大姐姐 認識這些大哥哥們 就是在聊天過程中 讓我們開啟了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 新知識的一些企忙 那 在那個 年代 比較風行的是叫做 Red Hat Linux版本 那時候還沒有Fedora 或是RGEL之類的 就是一個Red Hat 5.0或5.2吧 然後加上 CLE 1.0 CLE就是 Linux沒有中文 你要中文 你要拿另外一片光碟來 然後想要把一個一個套件裝上去 是有一個Linux的 不是 Chinese Linux Extension ,從D版到那裡裝 但是還是全文 純文字的 對於一個 好奇心旺盛的小朋友 純文字雖然很酷 但是 根本不知道怎麼探索 然後 那就請那些大集團們 來裝 裝圖形畫介面 X-Window 一個CALLAG的大大 來我們家 一整個下午 終於把圖形介面裝好 出現了一個灰色底 然後XX代表滑鼠 超爽的 但是在重開機之後 他又死了 非常艱困 非常艱困 但是有熱情 就持續玩下去 一直到大概2000年初 圖形畫介面 開始趨勤穩定成熟 生活中可以開始使用 上上網 打打文件 還不成問題 我們覺得 我自己覺得 Open Source 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東西 我想去推廣 更多人用 尤其是我從 Brehead 到 Mandrick 到 Gento 到Devian 到Devian之後 覺得真的是非常棒的東西 只要你在開始 願意經過 大概兩三個月的陣痛期 沒有電腦能夠正常使用 的那個陣痛期的話 之後你會用得很順 但是 我去隨便路邊抓一個路人說 你要不要花兩三個月的時間 可能沒辦法正常用電腦 可是你會學到一個好東西 通常都是 嗯嗯 嗯嗯 No Open Source很棒 但是要怎麼樣讓它 能夠 讓更多人用呢 這世界很多很多不完美 那我們是希望讓它變得更完美一點 對 更完美一點 那這是我們的夢想 I have a dream 這很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I have a dream 現在的 你有沒有現在的大學生 那你們現在 高中有 有英文課這個嗎 有 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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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pen Source很棒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接觸Open Source 認識Open Source 並且讓這世界變得更美好 因為 就像 以前 最早最早最早大學 只需要三個東西 一座圖書館 一個煙草場 跟一棵樹 就可以成為一個大學 圖書館我講到吧 應該有 那 那 為什麼可以呢 因為只要有知識的傳承 人們就可以學習 一直不斷地進步 知識傳承非常重要 一般的商業軟體 或專有軟體 是阻止知識傳承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用Open Source的方式 才要讓這些技術 一直一直不斷地傳下去 跟 跟 越來越進步 好 那現在來 我們希望讓世界變更好 要用Open Source 把知識傳承下去 但是 當時 最好的 Linux版本套件叫Debit 是一般人不懂接受的 怎麼辦 花了很多 花了很多時間 試著去找 然後我們自己做 Live CD 荒蝶或什麼之類的 都還沒有辦法 真的解決這個問題 一直到 後來有一個版本 的Linux 他用Debit 這非常棒的套件 做基底 然後改善他圖形化介面 他變成 舊式組 對我來說 要推廣Open Source的話 他是個舊式組 那就是Ubuntu 所以後來 才變成說 開始使用Ubuntu 開始接觸 開始推廣 然後發起了 Ubuntu台灣的社群 這是我自己的小故事 那 在推廣Open Source 有時候還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那就是Microsoft 大家都已經習慣用Microsoft了 而且 雖然它是有版權 但是大家都用免費的啊 有人真的花錢買 會不會 Windows吧 就專程特別去買Windows這樣子 超棒 是 我真的 我打從心中 支持正版軟體 對 那個到晚是不好的行為 而且大家如果用Open Source 哪一份都是正版軟體 好 那 大家都已經習慣了Microsoft的Windows 我要用什麼方法 能夠讓大家接受 其實非常難 因為大家都有惰性 像我現場看到很多Mac 然後還有Mac以外的電腦 現在 現在的電腦是用Windows可以取一下手 大部分工作用的電腦 OK 那Mac的 OK 那Linux的任何一套電腦 哇 各三分之也多 這是非常難得的狀況 我第一次見到這種狀況 通常都是Windows跟Mac 佔掉大概90%或90% 然後用Linux的就 不太敢舉手這樣 那 通常人都有多幸 如果不是有一個很好的動機的話 那不太會去轉換他們已經習慣了熟悉的東西 除了Mac使用者 因為 因為 Mac 潮 超潮 超不 兩個同樣帥的帥哥 坐在咖啡店裡 用Mac那個就贏了 所以大家會想要試著去學一個新的介面 學一個新的使用者的情境跟環境 這是因為他們有動力 但是 當兩個帥哥坐在那邊 打開電腦 一個是 我熟悉的Windows 一個是 你這是用什麼咚咚看不懂 這個時候 用Windows就贏了 因為這邊會請你修電腦 通常碰到很多例子 大家都是給我這樣的回應 那 要怎麼改變呢 想想看Windows 它是怎麼樣成功植入人心的 像病毒一樣生殖在大家的心裡 有人知道嗎 學校 學校 剛剛誰講的 你 你可能也知道這部分 就是 你也有做推廣吧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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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它會生死人心 是因為你打從出生 出生感太早了 你在幼稚或小學的時候 看見教務系統 學校教務系統啊 或老師打電腦啊 或幹嘛 你們就是Windows 到了國中高中 你們要選課 或者學校電腦課 通常就教你怎麼樣做網頁 可以怎麼樣做Flash 或是怎麼樣上VBS 那時候用的做信用什麼 還是Windows 到了大學 老師 讓你教作業 教報告 要求什麼 格式 點Voc 因為這樣子 所以說你一輩子都會被 學生們一輩子都會被卡在 Windows的環境裡面 那如果要 試著讓人們有更多的選擇 他們可以不用轉到 說Linux 或什麼之類 或至少讓他們有這個選擇 他們可以自己選 那就得要從教育 學校 這部分開始做 那在教育環境裡面 應該說教育使用者 你們有更多的選擇 這件事情也是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成人跟小朋友 那當然也有 藉在成人跟小朋友之間 那一塊 就先不討論 因為基本上那一塊的話 就是 給他們足夠的好處 然後 讓他們覺得你很酷 他們覺得更正好 那對於小朋友的話 他們不會怕酷不酷 那 有沒有多少好處 沒有用 成人的話 基本上要吸引他們 就是未來工作環境 那我自己的方法是 因為 可能 就是在 Opensource這個圈子裡面 大概比較久一點 所以 可能稍微 有 比較多一點點人 大概有聽過我的名字 那他們 需要管伺服器的時候 就會 來這邊問 平均每一季至少會有 五到六個人頭缺 所以 都找不太到人 那 大人 都要工作 都賺錢吃飯 所以我就說 欸 我手上有 好多 錢多是少 離家境 數錢數到少抽金的工作 可是我都找不到人 好困擾啊 欸 真的嗎 再介紹一下 可是 你會Linex嗎 不會啊 GG 我幫不了你 神仙 神曲都幫不了你 對於成人的話 可能用這種方法 那 對於 學生的話 其實就有一些 其他的 也不是手段 就是一些其他 讓他們能夠有動力的方法 那 所以 你就開始 試著 跟學校 或教育單位 做一些結合 做一些接觸 那 不過 當你是一個 嗯 不論你是一個 非正式 或正式的公司 或組織 通常 你跟學校 要去合作 結合的時候 他們通常都是 邀請你來 在Seminar裡面 講一場 或者是 讓你去演講一下 或是到 學校社團 這種方式其實 成效 相對的會小 非常多 因為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追蹤 這些同學 在聽完演講之後 他們還會不會 持續的去 持續接觸 以及 像我自己在 學Limix 跟OpenSoul的時候 我碰到最大的可能 是 我開始想接觸了 但是 我遇到問題 沒有人能夠幫忙 沒有人能夠解決 沒有人能夠讓我問 沒有人能夠長期的在我身邊 陪伴和服務到我成長 聽到在笑是怎麼回事 對 那這些都是 短程成效比較差的 比較好的方式是 能夠在 那個環境裡面 有人長期待在那裡 然後讓學生能夠長期待 也許每週一次 或者甚至每個月一次都可以 比如大學有四年 高中三年 高中三年 大概每固定的時間 就會重新 再接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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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比較長期能夠慢慢熟悉 習慣生活中有這個東西 這方法會比較好 然後我們說 等一下我好熱我脫一下外套 原本不想脫外套 因為一脫外套 肚子就跑出來 不過在台上 狼臉會有點害羞緊張 大家不要儘管 大家如果在我分享的時候 任何的想法意見或者是指證 都非常歡迎馬上舉手 因為我個人風格是 我喜歡用討論或聊天的方式 我一個人在前面唱獨角戲 其實唱的沒有電視上好 對啊 因為我知道 20分是不是 對啊 OK 好 好 如果需要長期的跟學生接觸的話 其實一個在學校外的人來說 是很困難的 如果每個禮拜都自己 跑到人家集中前面 坐著擺個攤子 然後說來來來喔 來用一批好便宜的Linux之類的 更何況有些學校 是根本不讓外面人進去的 那要怎麼辦呢 比較好的方法是跟他們學校 直接簽合作備忘 但是 單憑一個充滿熱忱的個人 是不可能做這件事情的 除非 學校裡面有老師或教師 這件事情 非常感興趣 他自己想要來辦 然後把你一起拖進來 或者說 你用一些方法吸引教授說 這個有多好多好多好 然後他感興趣之後 他說欸我請你過來 來主要來幫我辦這件事情 這個想法想了很久 但是一直遲遲無法持續 直到我遇到了 the right guy 對的人 那我的對的人就是這一位 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誰 那 他是在Cost Cup 大概是Cost Cup 2008年左右 正式跟他接觸 那 那個時候 他 他直接把極大的學生 調過來Cost Cup 來 當成義工 那 我是那時候負責 一些Cost Cup 從來工作的人 他之前都聽過我 我之前也聽過他 那一次真的見面之後 聊聊聊聊 好 那 晚上還有那個 這個BOF的活動 就是活動結束之後 有興趣的人可以留下來 聚在一起聊天 那 固定我們辦BOF的時候 都會提供Pizza跟啤酒 因為Party 還有啤酒 那他在我旁邊的時候 我就掏出我的錢包 開始數 看看我到底還沒有回家的車型 因為社群每一次辦活動 全部都是從我自己的Pizza出的 那 很多社群他們辦活動可能都是 到處找贊助 那 我個人在辦這個社群的時候 蠻避免這個狀況 因為我希望能避免太濃厚的商業色彩 去影響社群 對啊 那他就看我在那邊 好像很苦哈哈的樣子 他也很不緊的時候 哎 啤酒我請 啤酒我請 然後開始坐起來跟我聊 你到底在幹什麼 你為什麼會這樣子 對 那在經過一些長談之後 發現 他自己其實也都有分售喜友 相當的 相當程度的興趣 但是 因為他 在學校 除了當教授之外 也有管一些行政 還有一些電傳中心主任這些工作 太忙了 沒辦法自己處理 所以後來 他就 在四年前 邀請我說 欸 比迪亞 那 我真的很想推我 或是我學的東西 可是我真的沒有時間 我知道進南大學很遠 但是 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來這邊開一堂課 哇靠 好機會來了 有一堆學生 不是 我承認這可能 稍微有一點點 因為那樣背心 雖然後來 後來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能夠跟學生接觸 那 學生 要趁他們在心裡 還沒有被完全荼毒的時候 把這個新來的 灌進去 大好機會 所以那時候 就每個禮拜一的 晚上 五六點鐘下班 六點半到家 開車 然後花一個小時時間 殺去 京南大學 七點半開始的課 上到九點半 這樣子持續了 大概兩年的時間 那 那一開始的話 我所開的課 是一個通識課 因為當時的想法是 技術 只要有心 每個人都可以去專研 但是如果你根本不知道這東西 你根本不會知道有東西可以專研 你也不會 更不可能有產生興趣去讀 那我希望能夠更多人 知道什麼叫做 Open Source 更多人有機會 接觸 Open Source的東西 所以當時開的是一個通識課程 叫做 Open Source Application 就是Open Source 開源軟體應用的課 那它通識 那一開始我為了要吸引學生注意 然後現在的 欸 我看舉假的餐 有多少學生 學生身分的 喔幾乎都是喔 對啊 那 我自己也當過大學生 算沒有當很久啦 對 那 我知道 其實 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是不太屌教授的 我覺得 我自己啊 想說 大學裡面 教我一些沒屁用的東西 我花錢來 那你管那麼多幹嘛 我自己當時有點那種心態 對啊 那 我去 學校的時候 基本上 不是要去管他們 而是我希望能帶點新東西來 但是 我自己說 在做學生的時候 對教授基本上 會有種反抗心態 我必須要什麼 討好學生 讓他們願意把眼睛轉過來 願意把耳朵對過來 所以我就帶了很多什麼 欸 光碟啦 貼紙啊 小餅乾啊 幹嘛的 而且因為那個時候 開課是開在 結束在九點半 所以 每次上好課之後 我說 走走走走 有空哪有金門支銷業 然後我來比賽 那時候經濟狀況 只有四個字叫做 入無浮出 另外四個字叫做 慘不忍睹 因為從台中過去 光是油錢 車子損耗 再加上每個禮拜不斷請 還有買小禮物 但是荷包真的是有點乾 不過 也因為這樣子 他們開始 學生們開始 跟我 就是有比較 body body 比較much的 有一些人就開始出現 知道我不是所謂的教授 不是所謂的老師 我只是一個 比較早出力工作的 同輩 我現在現場開放猜 我幾歲好了 那算了 我現在還二開頭 現在還二開頭 雖然是二開頭最後一年 我還是二開頭 那要讓學生 還在學生身份的同學們 了解到其實 我根本是一國的 我只是帶點新東西過來 但也好玩的東西過來 然後推薦一些 我真的覺得很棒的東西 所以這種話 也開始引起他們 讓他們的房心 能夠比較 卸下來一點 因為 如果你們已經在 一個環境帶久 已經有一些 既定的觀點 覺得某一類型的人 就是某一種樣子 的話 那要去 加新東西 給他們是比較難的 對 那 好 對 這個大概是 這字有點小 這大概是 我在 OSA 那堂課的大概 SILVERS 就是 一開始先 簡介一下 就是電腦背景歷史啊 然後開始看 看電影啊 同時課 看電影是一定要的嘛 對 作業系統革命 然後接下來呢 又是看影片 或是小短片 叫做 駭客任務 按Windows XB 那 有沒有人看過 有看過 好 那個 等一下 還有時間 可以播一下 然後之後就開始請 各位大大 像MOSDW的大大啦 EasyGo的大大 也請過來過啊 然後 還有就是 OSSF的大大 之類之類的 然後就看影片 然後 最重要的是 每一堂課 一個最重要的條件 不要看到任何Windows 我們從一開始 前第一個月 就讓他們把所有的 Wubuntu 灌在 USB上 每一次上課 USB插進去 開機 就是 Wubuntu玩機 那他們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是在這個 新的作業系統上 讓他們知道 這個東西 也是可以完成你 生活中所需 這東西不難 然後開始接觸 這方法還不太差 課程結束之後 大概有十分之一的同學 一直到今天 還持續在使用Linux 這其實蠻多的 你想想看 路上隨便找十個人 問問看他們 有沒有人知道 什麼叫Linux 我相信應該不會有辦 可是在 在我的課堂上面 到今天 四十個人左右 至少有四到六 是到現在來使用的 那 在開始把 這些觀念 帶進去之後 有些有興趣的同學 他們自己會去讀 自己會去找資料 或者他們自己會想說 架戰好像很酷耶 我有自己的網站 我有自己的domain name 然後可以架自己的FTP 雖然說 ServerU也是可以 不過感覺不太一樣 然後可以架自己的遊戲師傅 可以做自己各式各樣的東西 而且 學校會找這些人 可以去寄中攻讀 然後管 所或願 或校的伺服器 然後管出社網路 資源越來越多 他們就覺得挺秋的感覺 之後會持續來 那 學生持續來 我在學校的課程 提供給他們不夠多 會讓我開始有很多時間 一直不斷的被打斷 他們來問問聽 然後我就得要回答 一直被打斷 所以後來 當學生多了之後呢 我就開了另外一堂課 對 剛剛有一點忘記提的 應該要提一下 就是 我開那堂課 也非常感謝 就是open function 因為一開始是 我自己套腰包 買了大概十幾二十支 USB一些人碟 然後花好幾千塊 然後說 欸有沒有家境輕寒的啊 有沒有買不起的啊 有沒有不想買的啊 我沒關係我送你 這種方式還太棒了 那後來 遇到Rechard 改變了我 對以前的open function 這段卡要擦掉 就是 以前其實印象 不是 不是說 不是說很差啦 是 非常差 一直到就是 Rechard這些人 上來 這是 反正 現在大家看到的 大部分都還不錯 那 也support我們 就是支援一些 隨身 USB隨便點的出借啦 或之類的相關資源 還有就是我們請講者的時候 他們也願意幫我們 因為合作 所以 車馬費之類的 都open function 這樣要求 好 後來 因為 開始有一定數量的人 持續的 在 open source相關的領域裡面 不管是 做desktop 或者是駕車本 那 所以說 呃 他們有學生 開始要求說 欸 你就會再開堂課了 教我們更深一點的東西 這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點 因為當學生 開始 主動說 想要學更多東西的時候 這時候把東西給他們 他們 他們才會真正的好好學 我所有學生 不是單純說 你的身分是學生 而在某一個領域是學生 像我現在也還是學生 我在 學習社會領域 嘛 那每個人也都是在某些領域 在學習 那他們想要學東西的時候 再傳達給他們 他們吸收能力一定非常的好 那所以後來又開一個那個 LSA Practical Linux System Elemin 就是Linux系統管理 食物 不是吃的 是食做的那個食物 那裡面 講的東西 就是真的比較深一點的東西 像比如說 什麼 安裝是最基本的 然後 開始就是要 什麼時候 第三週就是SSH RDP 什麼什麼東西 第四週就是他們要把 Apacia Lamp CMS 然後 Negos 原來監控就起來了 然後接下來什麼 Firewall Security 或者是什麼東西 這些比較深的東西 那 一定不可能說 很多人都很感興趣 因為畢竟還是會有些雜魚啊 但是超過一半的人 其實他們都學習得非常好 所以他們自己會有興趣 自己不斷的持續 在Open Source的環境裡面 那 那 那 我好像是五分鐘 還包含QA 好 那 欸 好 對 那 除此之外的話 還有一些就是 嗯 有時候辦一些活動 像我們在 下個學期 會 跟 就是 我現在公司的公司 還有我們的一些partner 一起合伴一些Hack song Hack song有人聽過嗎 好 酷 對對對 那 給還沒有知道Hack song的人 就是 Hack song就是 Hack加馬拉松 就是 一個週末兩天的時間 大家關在一起 然後 提供食物 提供飲料 披薩跟可樂就對了 然後還有咖啡 給你電 給你網路 每個人自己想說 有什麼idea好做 然後大家投票選出 三五或十個 然後大家自己分組 完全沒有任何規定 自己分組 自己去做 然後到第二天的傍晚 時間結束 一起來看 哪一組做得好 對 這是到Hack song 那我們也會提供一些其他的獎勵 包含 嗯 有些學生他們可能對於 興趣很了解 自己興趣很了解 但是對於未來出路 到底要去哪一間公司 他們沒有商業人脈 這點比較徬徨 那我們就可以結合一些業界資源 讓好的人才能夠不要流失 能夠持續在這個環境裡面 那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打算 能夠一起加入我們 這個Promo Open Source 那最後是 Thank you 謝絕病毒 請加入Floss 的社群 對 好 OK 好我還有幾分鐘時間 我順便DEMO一個小小的東西 就是我常常會在 我的課堂 可能在第一個月的時候 就會DEMO這個東西 有問 你們有沒有用過Windows XP 有沒有 沒有用過的 有用過的 有用過的 有很多沒舉手 都還知道自己用過 沒有 好 Wind XP也是 我自己也是Heavy User 好一段時間 那我到現在在VM裡面 還會養 養Wind XP 因為我要測試一些病毒之類的 那VM最好的平台 那我會講到這個情境 某一天你學校信箱 收到了一份文件 叫做 這學期 老師不會點名的日子 點DOC 不會打開的舉手 不會打開的 真的不會打開喔 是我就開了 不過我會用Open Office開啦 那我這個Windows上面 關掉了很多功能 包括還有一些自動檔案 讀取 等等之類的雜項功能 不過假設你們Windows 剛灌好的時候呢 通常滑鼠移到一個東西上面 他就開始讀這個檔案的一些內容 然後Flag Head 顯示它的一些參數 或者是註解之類的 好 假設這個東西 叫做 老師不會點名的日子 滑鼠移上去的時候 事實上 Windows會自動執行的動作 那動作跟你按右鍵內容一樣 滑鼠移上去 或者你直接點開之後 你的Windows會出現這個畫面 就說 Explorer.exe 發生問題必須關閉 你僅止置件 然後選擇除錯或是確定 這不是偶然的喔 這個事通不是偶然 不是有demo錯 是你只要碰到這個檔案 它就一定會錯掉 然後你如果關閉的話 你的Windows整個UI部分會全部restart 這是一個從2006年就存在的Windows的動 到現在還在 這個動它是用一些 好 技術問題跳過 反正是用一些方法 讓你Windows會掛掉 這還是一個 只是一個小demo而已 如果說 這個攻擊者 在裡面放一些惡意的程式 片段 它就能夠 也許讓你的電腦之後去下載 真正的病毒 真正的木馬 寄你的email 或者是看你的低潮 之類的 那 當你們知道這個訊息 你既然有動 2006年就存在 現在還沒修 你們還要繼續用Windows嗎 我跟他們這樣講 那通常他們都會 好 要不然試試看 無方是怎麼破壞的 今天我的時間應該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說有其他 希望能推廣 Open Source到 然後 就是這個世界任何角落的人 能夠一起分享心得的話 我非常非常歡迎 那我應該沒有QA時間了吧 我就等一下再 後面QA好了 感謝 那個 那你怎麼沒有講你功課差的事情 好 好 對那個 現場有沒有人 學歷 低於國中的 大家教育程度都比我高 我的 我的最高 畢業證書那一張的話 是國中 對 我這個國中畢業 不過我讀過高中 也有讀過大學 大學 大二讀了兩次 之後就去內湖工作 然後就一直到現在 以獎師身分回學校 所以 學歷真的不太重要 這是我已經 沒辦法回學校來這樣講的 如果很喜歡身分的話 請盡量拿到 畢業證書 比較好 反正他就是有個反骨的精神 很適合搞自由軟體 我相信各位 多多少少也有一點點這樣的精神 今天才會過來